他是秦始皇一生追求的神物 通过里面的双龙转动 便能将人彻底编成灰烬 激发出不可想象的能力 你看 当神物被塞进这个死人手中 一束回忆的光便立马发出 停尸房里 还有微臣正为他盖上绿布 可就在这时 龙叔却奇迹般地站在了他身后 瞬间吓得微臣魂都差点 是的 龙叔活过来了 他似乎获得了永生 复活后的龙叔感觉体力充沛 随便一跳就能跃到天花板 直接冲上了楼顶 随便撞出一块 那么就成了攻击敌人的力气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 敌人射出的子弹 直接将龙叔射成了筛子 然而接下来 无数道金光去瞬间修复了龙叔的身体 龙叔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他拉上微臣建了个小房间 给他展示自己的奇异能力 掏出一把小刀 龙叔就往自己的胸口上扎去 微臣被吓坏 他凑近一看 这小刀旁边居然还散发了金光 他将刀拔了出来 紧接着那道伤口再次被金光修复 有点诡异 龙叔觉得这肯定跟圣坛有关 就在一个月前 身为刑警的龙叔 接到一个紧急热 还顾不上嘴里的美食 就急忙呼叫同伴 上了他们的车 本来说好一起行动 可结果他们却让龙叔一个人留在了车上 行动地点在一间四辆 寺内的方丈扣出两块圣牌 正为一个少年祸法 少年不断吸收着圣牌散发出来的光 然而这一切都被深厚的舌头看到 舌头拆下一根发剂 直接打印了方丈 他走到少年跟前 想要取走圣牌 可外头放风的同伴突然闯入 他告诉舌头 火波了来了 我们必须赶紧逃离 与此同时 外面的龙叔看到水井盖下 竟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龙叔睡着井盖爬了下去 他看到几个放风的人鬼鬼祟祟 龙叔向前放倒了他们 跟着一个黑哥进了这所寺庙 舌头见状立马踢翻诸台跑路 顿时火光四见 龙叔只能先救下被火包围的少年 因此他错过了抓捕舌头的最好机会 两个礼拜后 龙叔得到现状 舌头的手下将会在码头把小男孩接走 随后带着行动小组秘密前往抓捕 结果突然出现了水井 惊动了舌头的手下 导致抓捕失败 为了调查整个案件 龙叔被派往爱尔兰进行联合抓捕 次日龙叔准备出去寻找线索 正好与舌头的手下黑哥碰面 他们飞越铁炸了 轻功水转消 跨过大铁门 整整被的城市跑了大半圈 龙叔才在铁炸门里抓住了黑哥 二华不说先赶他两圈 然后再把他一通塞进垃圾桶里一顿折磨 这才逼问出关键信息 押送少年的邮轮会经过码头 龙叔立马联系悲尘 在码头附近设好埋伏 果然他看到了少年 龙叔走上前 一脚就踹飞面前几个敌人 而少年则趁着混乱迅速逃离现场 敌人的增援越来越多 龙叔就快撑不住了 杂斗中 他被敌人锁进了货柜 突然一束光照来 龙叔往回一看 原来少年也躲在了这 终于 对我们及时赶到 他们把敌人悉数控制住 却始终定位不到龙叔的方位 直到龙叔在货柜里制造出生 对我们才终于找到了他 可就在这时 一个大货柜正朝着龙叔的方位 邪恋 一下子便把龙叔所在的货柜 撞进了海底 望着不断渗透进来的海水 龙叔强装震地 他吹起一个救生房 把少年罩住 而自己却泡在了海水中 慢慢地失去了知觉 等到货柜被打捞上来时 少年活了下来 而龙叔却再也醒不过来了 所有人都伤心至极 而少年则躲在角落里一眼不放 等到人群散去后 他把一块圣牌塞进了龙叔的手中 随着一道光从手心发出 复活的龙叔有了许多能力 力道无求 刀枪独陆 龙叔猜想 难道这跟圣牌有关 龙叔找到小男孩准备学问 这时 一面护士要带小男孩去做检查 临走时 小男孩将圣牌一分为二送给龙叔 随后龙叔发现护士不对劲 意识到是舌头的人 随后两人便与匪徒展开了枪战 经过一番打斗 成功化险为一 小男孩也被妮可带回家保护了起来 可他们不知道 危险即将来临 舌头的手下一拳干脆玻璃 掳走了少年 龙叔急忙跟了过去 可直升机越飞越远 龙叔直接一跳 可惜 没抓住 龙叔就这样从几百米的高楼坠落 重重的砸在了地上 不过不用担心 他还没死 接着龙叔就跟没事人一样 实在神气 而另一边的舌头抓住少年后 取出他的圣牌至于掌心 然后自己引上一杯毒架 哼垮 舌头倒地不起 紧接着 自己的尸体 那尸体便必满银消云散 从此 舌头也拥有了肩不克脆的身体 但他并不满足 他想要永胜 而想要永胜的话 他必须得到另一半圣牌 但那块圣牌正在龙叔身上 他并不好拿 龙叔一意识头 舌头肯定会找到威臣的家里 两人急忙赶回家中 幸好此时舌头的手下还没赶来 就在两人刚要船口气时 龙叔发现了床间的敌人 一个飞身跳跃 掩护威臣一家躲了起来 却没成想 威臣的妻子如此深 这举动可是惊呆了龙叔和威臣 龙叔为了引出点跑了出来 却没想到舌头再次等候多时 追了龙叔十万八千 终于在追到不想追的时候 他抄起身旁的一根木头 直接砸倒了龙叔 然后他将木头连带着龙叔 一起插进一颗参见巨树 显然舌头更懂得利用自己的能力 不出几个回合舌头就拿走了圣牌 被抢走圣牌的龙叔联合队友 准备去往舌头老巢决一死战 妮可率先找到了少年的关押处 想带他离开 可没想到舌头纹身赶来堵住了他们的路 他一把抓起妮可 可妮可不为所动 他接过少年手中的圣牌 一把将他扔了出去 舌头恼羞成怒 同样把妮可也扔了下去 听到叫声的龙叔没能接住妮可 眼睁睁地看着妮可死在了面前 怒气只抱上的龙叔没有说话 而舌头还在蛊惑龙叔 愤怒的龙叔一而起 与舌头展开了最后的对决 两人同时缠住一根铁链 双双使用魅力 然而龙叔还是稍续一筹 舌头在一叉子过去 刚好刺中龙叔的大腿 好在龙叔有着神奇的能力恢复了原样 就在这时 少年提醒他 于是龙叔用叉子 插住圣牌往舌头身上刺去 那一瞬间 舌头痛得尖叫连连 身体爬出一条青龙 围绕在他周围 心有不甘的舌头抱着龙叔 准备同归于尽 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闪过 二人消失在了空中 许久过后 哪怕圣牌掉了下来 接着是龙叔 他战胜了舌头 龙叔捡起圣牌 想复活死去的妮可 少年说 龙叔端着圣牌紧紧握住妮可的手 果然妮可真的活过来 他们互相凝视的对方 不自觉的亲吻起来 这是个美好的结局 《飞龙再生》 是成龙迈向好莱坞的一部关键作品 古代传说于西方